麻娃威力一花东都感受得到 把船只停回了渔港 但是还是抵抗不住大浪的侵袭 花莲实体港就发生了海水灌回港区的情形 海水暗潮汹涌 在地赏金叶子直呼很罕见 赶紧捕捉着惊险的画面 台风目前缓慢的移动 对沿海造成了明显有感的影响 花莲实体平渔港因为入港的港口朝向东边 每当有台风带来的大浪 往往都会出现涌流往港内冲 而这两天所带来的风浪 也在港内造成了如道观的景象 让当地的渔民跟监视器都记录下 涌浪进入的瞬间 正在大的时候 可以看到现在台风已经逐渐远离 都还有这个情况 那如果说真正如果有登陆的话 情况绝对是这样的好几倍 那如果涌浪强的话呢 我们港里面不是港了 跟河流一样 那这个可以看到我们的缆绳 基本上都是一寸半 或者是两寸的缆绳 这样有办法承受住 那这个已经不是 只有马娃台风才会这样 之前的台风 每一个台风只在靠近都是这样 让我们这边希望有关单位 可以重视这个问题 根据气象资料 30号的10梯坪 浪高有6到7公尺 31号上午10梯渔港 因为潮汐滴 海面没有那么高 但是也有4到5公尺 外海的浪涛更是波涛汹涌 记者林杰 风皮箱 采访报道 太过去了 好